阿姨的烘烘烘 大家好 所以马克丹纳尔德的早餐 我想吃一下 いただきます 哇~~ いただきます 米的話澳洲來的很濃郁 而且是這個油條很脆脆的 很酥脆 頭髮蠻好的 而且是 對 比我想像這個 這個 鹹蛋黃 不是這麼強的味道 很香 我覺得那個是類似於 麵餅裡面的那個鹹蛋黃 又甜的 又甜又鹹的那種 挺好吃 揚げパン 小学校以來 いただきます 沒有什麼味道的 應該是要這樣吃的 油條和醬油一起吃 很好吃 其實油條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豬的話是比較鹹嘛 所以這個搭配正好 很好吃喔 很好吃很好吃 我怎麼說的太多嘛 但是這些是真的好吃的 水片的塊 這個 這個 滅當中的 滅當中的 超滅當中的 好吃 水片 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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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味 油條 鶏肉 很厲害 一塊很大 口感蠻好 超好吃 超好吃 一気に 鶏肉 鶏肉 押し寄せてきました すごい こんなに一杯入ってたんだ てことは 私やっぱり 我要 開始吃之前 我要 拌一下 忘記 不順 鶏肉 炎肉 鶏肉 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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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気にまったり感が くわーっと 口の中に照る 但是 我覺得 如果 日本人來到 中國 など 美金 广州 买炎肉 早餐 炎肉 如果要吃到的,就有一點點癢 有點癢 他還有兩種類 酸菜最酸雞酥 酸菜是文字通過酸っぱい中 酸っぱ味的醬汁 食感的醬汁 還有皮炭醬 皮炭醬汁 日本的醬汁 這裡比較容易吃的 我覺得他很容易吃的 他很想吃 很不錯 日本的醬汁 300元也沒有 所以有很多 我會想吃的 超級的 他也有 如果在英国介绍的东西 吃东西、吃东西、挑战的东西 有些东西的东西 请订阅一下 那今天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是你觉得我的视频有意思 请点我赞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